哈喽大家好 我是微铁熊熊 这两天刚开学 我也是从初三变成了一名高一的学生 眼神都睿智了些许 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在集市兜售春天那首歌之后 我和我的粉丝荒唐就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天呢 他就给我发了一副词 问我喜不喜欢 歌名叫有关一个戛然而止的夏天 然后我定睛一看 诶 这词不错啊 然后我又定睛一看 诶 又画面了 然后我再定睛一看 哦 上一首我们俩合作的是 我在集市兜售春天 那么这首歌名叫 有关一个戛然而止的夏天 这首就有人要问了 啊 轩总 为什么没有冬天和秋天呢 这个属世事我也不知道了 然后呢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啊 对对对 然后我就拿出了我的吉他 想着怎么给这副词配一个很唯美的曲 然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我的Logic Pro 开始玩一把 视频里这个版本是我自己编曲的纯吉他版 正式版的话可以出门右拐红色软件等你 那么接下来请 听成品 看我是你不假眼时的偏袒 曾教我最最期盼 当年我有一场我为之称与勇敢 还以为永远有多简单 翻红色软件 翻红书也写过年少的喜欢 风却之后就凌乱 也学过小说书里的烂索桥段 那些自以为的浪漫 不知不觉中剩下过半 那时候所有的心事激动或不安全与一个戛然而知的夏天有关 我曾经为你心跳加速解满 擦肩而过你的身影我也总是偷看 所有的心事心动或忌惮丹与一个戛然而知的夏天有关 他唱着夏天的诗句十七岁的名颤 从来不曾厌烦 那抹说出口就眼下的答案 在心底前会白转 明明不想给这故事留遗憾 为何沉默成了习惯 翻红书也写过年少的喜欢 风却之后就凌乱 也学过小说书里的烂索桥段 那些自以为的浪漫 那时候所有的心事激动或不安全与一个戛然而知的夏天有关 我曾经为你心跳加速解满 擦肩而过你的身影我也总是偷看 所有的心事心动或忌惮丹与一个戛然而知的夏天有关 他与那个夏天离去将缠鸣打断 看我是你不假言时的偏袒 曾教我最最期盼 当年我有一强无畏痴陈与勇敢 还以为永远有多简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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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